不知道大家认识不认识这是什么菜 这是一种野菜叫灰灰菜 在我们郊东那个地方是叫灰灰菜 是这种菜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传到我们后院了 但是因为我认识这种野菜灰灰菜 所以呢当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没有把它们当做野草拔掉 而且呢就是说留了一颗两颗这个灰灰菜 然后呢让它们接种子 第二年呢就是就是把种子撒到地里以后呢 第二年又又开始 第二年一开春他们就会发出很多的这种灰灰菜 长得到处都是 你看就是说我刚刚还拔掉一大把 刚才这里长得密密麻麻 然后被我拔掉一些 然后今天中午烫着然后调着吃 这个灰灰菜呢就是说你只要弄一点这个种 然后把它就是说接的那个种子 然后把它困到地里撒到地里以后 它就长得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长的 你看一片一片的到处都是 哪里它们都长 这个豆地里边然后都长 那我也不害怕它长 然后长完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们都拔了 然后呢拔了然后可以吃 那这个灰灰菜呢你也可以说 长到一定程度呢你从中间这个地方把它掐断 然后让底下再长 但是那儿长的势头呢就很低了 就是说再第二叉再长的时候长得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比较浪费地 那一般情况下呢我就是说等着长到一定程度 像长这么大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们连根拔出来然后吃掉 然后呢它也不耽误其他的东西长 现在呢它长在黄瓜旁边 但是呢我再用不了几天我就把它们都拔吃了 所以说也不影响黄瓜长 黄瓜也是长得很旺很旺的了 这个灰灰菜呢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说它的叶子的两面背面和正面 它都是正面反面它都是绿色的 而且呢好像你看起来有一点发白白乎乎的有时候 这样的灰灰菜呢就是我们通常可以用来吃的这种野菜 但是有一种灰灰菜呢它的背面是紫色的 那种野菜呢是不能吃的 所以说大家在采摘或者种植灰灰菜的时候呢 要注意看一下你摘的那个灰灰菜或者采摘的灰灰菜 是不是这种正面反面都是绿色的这种可以吃的灰灰菜 不要采那种背面是紫色不能吃的灰灰菜 这个灰灰菜呢就是说就像菠菜一样 就是吃之前呢都是需要用开水把它烫一下 然后呢洗干净然后呢再用来炒或者是凉拌都可以 要想使这种灰灰菜在你家里繁殖呢 你就是留这么一两颗灰灰菜让它们结种 像这颗灰灰菜呢它已经开始长老了已经开始结种了 看了吧这就是灰灰菜结的种 等着这些种呢你可以留这么一颗两颗 然后呢等着这些灰灰菜的种成熟了以后 你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 等着你再用来采种 或者是说像我我就直接就把这个成熟了的灰灰菜种 用手磕扫到地里边去 等着哪里浇水啊 然后只要有水它们就又开始疯疯的长 所以说这个灰灰菜 而且呢它也没有病虫害灰灰菜 因为它都是野菜好像很少 好像大多数野菜它都没有不生病也不招虫 所以说很破烂你也不需要take care 很容易在你后院里繁殖 我们把这个灰灰菜然后烫了以后 然后呢就像调调菜一样 放上那个把蒜蒜醋 然后再放点芝麻酱里边一调 调起来可好吃了 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 好像就是说除了这种调着吃 也可以炒着吃 而且呢还经常我妈妈 我记得那个时候用来包包子吃 包包子吃以后好像特别软 很好吃 对这个灰灰菜它的吃的这个口味呢 就有点像那个长豆角调的长豆角一样的那种口味 好像不一样的口味 就是接近那个口味 所以说就非常好吃 嗯挺好吃的 可以有多种吃法 对 好希望灰灰菜也能在你们家的后院繁殖 然后让你们的餐桌增加一道野菜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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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